有人形容特首政策組是特首專用的智庫 有他的道理 因为我期望特首政策組作出的贡献 包括担当、倡议和协助 去制定长远的和策略性的政策角色 并且在掌握着香港民情的同时 也要紧贴国家的发展 适时以及审时度势地了解国际的关系和形势 作出相关的分析和建议 特首政策組现时正在囚组团队当中 包括按需要委任来自不同界别的社会人士 作为我们的顾问 就不同的议题出谋献策 也正是协助我筹组行政长官顾问团 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社会桥楚 以及有广泛默络能力的人士参与 录制成长官顾问团队 请来自我更新的在留意中 感谢观看